林丹0比2败于陶田,局势危急,河滨交陈晓星过关,林丹是雨坛上的一名老将,其实力也是毋庸置疑的,但结果却依旧惨烈,尽管林丹拼尽全力,他仍以0比2的局面落败于对方,未能成功晋级,之前林丹也与陶田闲斗交手过几次,而陶田也在2018年的比赛中对阵林丹,获得三连胜,之后,陶田又进一步扩大自己的进攻优势,最终连得5分。 打败对手成功过关,这些年来,林丹和陶田也总共有过4次交锋,之前在这4次交锋中,林丹也是一胜三半,除此之外,女丹首轮选手河滨交也击败了对手韩月,陈晓星也顺利过关,击败了中国香港的叶佩婷,而大多数网友在知道林丹失败后,并没有立刻指责林丹,而是以极强的敬意尊敬这位英雄,他们也希望这位网谈第一人继续向前,帮助中国网球发展。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